第3世多解枪佛办公室第24号公告 首先在此提醒大家引起重视 真正付诸实践执行第24号公告 不可以再事而不行了 否则将会继续出现不听第3世多解枪佛教诫 只知道来含咨询而不解真相 乃至上当后又来求证的情况 说句难听的话 为什么你们要相信呢 你们就那么甘愿当个受骗者吗 你们不听第3世多解枪佛的话 还能认为自己是个佛弟子吗 你们把128条之剑拿去映造了吗 其实这其中另有一些上当之人 本身就有问题 其本意就是要借用 主持大家为他的人波且等上师供养 或做生意等机会来牟利 因此才根本不听第3世多解枪佛的告诫 结果哪知道他自己贪图利益不成 反被破戒知识署骗 这时才想到要到第3世多解枪佛办公室来告状了 当然这是极个别之人 第3世多解枪佛早就知道有这么一些犯戒之人 不听教话不顾行人利益 因此为了保护好人 一而再再而三的在法音里 在佛书上声明强调 包括第3世多解枪佛办公室多次发表公告 告诉所有的善男女行人 第3世多解枪佛早已宣布了她不收任何供养 只为大家义务做事利益众生 但是一些行人们就是把第3世多解枪佛的决定告诫 当成二边峰 致使造成了个别戒行欠缺的 所谓仁波茄阿舌黎法师等 钻了空子 这些人背地里以第3世多解枪佛的名义 或者打着供养第3世多解枪佛的旗号 或宣称要在某处建立道场 或说要购买法器 或说要做某件補事 总之一句话 这些个别破戒之人 假借第3世多解枪佛的名义 要大家拿钱出来给他们办事 而且仓款到了发生公开违背 第3世多解枪佛教导的逆行 竟然有仁波茄拿出了自己的虎包 说这是他从湖外带回来的 佛弟子们供养第3世多解枪佛的钱 其中另有物件布料等 第3世多解枪佛非常难过 当场要这个仁波茄 退还物件和钱给供养者 并把他赶出的门 当时就要办公室严格查明 这些不尽行为 将其供诸一事 以免修行之人上当 由于第3世多解枪佛 办公室最近又接到一些这样的求证 为了一切善良的修行人 不至上当受骗 为了你们真正了解第3世多解枪佛 关于对他做供养所做的再次不变性决定 第3世多解枪佛办公室特别再次公告如下 大家记清楚了 这不是我办公室失职 而是三番五次的公告提醒大家 有些人不听甘愿上当 我们也没有办法 第1 第3世多解枪佛不收供养 包括你们所谓表法的东西 也不为任何寺庙或社会团体代收供养 其中包括钱和财产 食物等一切含经济价值的任何东西 第2 第3世多解枪佛已经多次说明 任何人无论其地位多高 民生多大 都不能带第3世多解枪佛收供养 第3世多解枪佛也从来没有收过别人转来的供养 无论你们供养给什么人或机构团体 这个供养都与第3世多解枪佛无关 第3 至于任何人要供养 捐赠圣德 大德 弘扬正法的寺庙 道场 慈善组织 社会团体 公益机构 救助机构 这种慈善行为值得尊重 但是这是捐赠者自己的发心 任何仁波切 法师阿舍黎 不能规定强迫他们 第4 第3世多解枪佛告诫大家 只要认真学习并行持 已经发表在网路上的解脱大手印中的两大薪水 和什么教修行 以及戒心经说真谛 不必拜任何人为师 何华不需拜第3世多解枪佛为师 但是必须闻听第3世多解枪佛的法音 都会增长符会得到成就 第3世多解枪佛已经尽了力 连不必拜他为师都说了 说白了人都不需要见 还贪图你们什么呢 难道还想要你们的供养吗 第5 行人们不了解第3世多解枪佛 今天略为告知 第3世多解枪佛不仅不收供养 并且还拿自己卖花的钱 捐赠给寺庙 生重和在家人蛋 这种例子太多不胜没据 这些例子本身不值一提 因为实在不想向大家表白 恍惚乃世俗直见 但是不讲这些事实 你们就会误会于迷惑之中 因此必须略举几个近年发生的实例 有一位来自中国上海的商人 泰国的一位商人 与台湾的一位商人 他们跟随第3世多解枪佛学佛几年 自己发心写下捐赠书 供养皇帝采上千万元人民币 但是第3世多解枪佛坚举拒收 他们说已经发了心愿 佛陀师父又不收 他们只好分别将50万美金 30万美金和150万美金 供养给公益的社会福利机构了 来自中国北京的一位著名商人 在学习第3世多解枪佛的解脱大收益以后 于今年将他自己的价值 一亿两千多万元人民币的股票 供养给第3世多解枪佛 但第3世多解枪佛 还是像对待任何供养者一样拒收 并在供养书上批字定位 分文不收 在世界合并奖颁奖期间 一位主级马来西亚的商人 将位于华府高级租载区的一栋 室内面积1万平方英尺 有两一亩花园的豪宅 供养第3世多解枪佛 第3世多解枪佛当场拒收 并披上永远不受分文的文字 有一个人派他的仁波切弟子 带随行四人来做供养 并写下供养书两亿五千万美金 要供养第3世多解枪佛 第3世多解枪佛造场拒收分文不收 因为在前一天我们知道他带了很多东西来供养 就把这整个现场过程做了录影 另有人见第3世多解枪佛不收供养 把红包放在第3世多解枪佛做钱就走了 有的红包上不留名字 无论留名不留名凡此类情况 均是由寺庙接收此红包收入公众账户 第3世多解枪佛根本看都不看一眼 这种崇高无私的道德附近前无古人 可是有一些人的钱已经捐给了寺庙 却说成是供养给了第3世多解枪佛 这些人实在可怜 几十万几百万上亿的钱佛陀都不收 并拿自己卖花的钱做捐赠 反而他拿你的小红包污染自己吗 这些例子都是真人真事 有接受捐赠的单位 有捐赠者姓名 有具体金额完全实实在在 有据可查 由于有人继续在寿迷贴 第3世多解枪佛要办公室 今天再一次公告大家 其目的是真诚的 希望大家随佛修行 当好人成仁者大德 给人类众生世界增加和平昌盛 因此大家要特别注意 如果今后还有打着 第3世多解枪佛的名号 帮着收贡养 建道场 买产业 卖东西给弟子赚弟子的钱 代转贡养等 这些人无论其地位多高 那都是骗你们的 因为第3世多解枪佛 不但不知道这些事 而且是坚决反对欺骗行人的 邪恶行为 以前虽然已经公布过多次 大家还是受迷惑 今天你们睁开眼睛 记在心里 第3世多解枪佛 严肃的要办公室公开转告世人 他对一切尊者法王仁波切法师阿舍里面公布 怎样你们是出自私心 不行正法 去做不利众生的事 就不是他的弟子 那无意义是要挟行为 但相反也公布给所有佛弟子 如果对你们的人波切法师等上师 进行不实事求是 而无中生有的诽谤造谣 不去恶养善就不是佛弟子 无意义是魔藏 佛陀说 所有众善男女 凡有机会见到我的一切人 不可以对我做供养 因为我不收你们的任何供养 我要做的事是希望大家都成善良的好人 互相关心帮助友善成为真正的修行人 有的人说 必须通过他才能见到第三世多结强佛 其实你们离开了真理 你们错了 有的人拿着一些法器法物 说是佛陀加持了的圣物 能帮助人 有人说 等到有了新的房子后 第三世多结强佛会去加持成为圣地 这种说法实在是破天荒骗人 大家可能不了解 第三世多结强佛到美国12年了 根本不到任何佛弟子的家里去 原因就是第三世多结强佛 怕不遵教法之人 打着他的名号去骗人 连家都不去 还会在某人家里做加持吗 你们知道什么叫加持吗 第三世多结强佛说他没有这个本事 因为这不是修行 当然你们确实能得到佛陀的加持 但必须要明白 下面几条就是真正的加持 第三世多结强佛说 你们要学习理解戒心经 说真理和神耳教修行 多帮助大家闻听我开示的法音 特别要行持解脱大手印两大薪水 这才是我对你们的增加持 其实这是你们修行自己赠来的加持 只要这样你们就一定受到本尊诸佛加持 我保证你们受圣法观点 必然学到上品法 福会争议的大成就 这不是我的加持力 而是因为你们修行了 是你们自己赠来的 是因果使然 我无功无德 永恒都是众生的服务员 惭愧者 第三世多结强佛办公室 2011年10月28日